本节目由UCG提供 从2009年的第一部电影开始 知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通过阿凡达系列电影 构造了一个庞大 且实取如生的潘多拉星球 电影计划要推出五部 其中前两部已经上映 第三部已经拍摄完成 并进入后期制作 第四部也在拍摄当中 然而电影拍摄如火如荼 游戏改编却远称不上是顺利 跑开两部手游不说 目前就只有2009年推出的 同名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而在13年过去后 阿凡达的第二款游戏 才姗姗来迟 而这便是即将于 今年12月7日发售的 《阿凡达·潘多拉边境》 由CG有幸受玉璧邀请 提前体验了 《阿凡达·潘多拉边境》的 一小部分 说到玉璧和阿凡达这个IP 两者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远了 2009年的改编游戏 就是由玉璧·蒙特利尔 负责开发 《阿凡达·潘多拉边境》的开发商 则换成了玩家们熟悉的 Messive 代表作有《冲突世界》 和《全境封锁》系列 而从时间线来看 本作的开发也算是一波三折 游戏最早于2017年公布 并预定在2022年内发售 之后宣布延期 并在今年6月的预避发布会上 才确定了最终发售日 与前传性质的《阿凡达·类似》 阿凡达·潘多拉边境 同样讲述了一个 电影之外的故事 故事时间线 放在了电影的第一部 和第二部之间 玩家扮演被人类势力 RDNA绑架的纳威人 在研究设施 休眠了15年后 苏醒过来 尝试融入纳美文化 并带领自己的族人 抵抗人类的入侵 故事则发生在原创的 西部边境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 在电影版中 从地形 气候 生物 到这些生物的外观 构造和特性 詹姆斯·卡梅隆和他的团队 创造了一个设定 无比详尽的潘多拉生态 这一点也同样 在本作中有所体现 在后来的采访中 官方透露本作 有超过一半的生物 是完全原创 而不是原创电影 原创生物的设定 是由开发商 和电影团队共同完成 因此即便是电影粉丝 依旧能在游戏中 看到电影中所没有的 潘多拉生态的另一面 此次共媒体体验的区域 是游戏三大区域中的 经络虫躯森林 这也是最贴近 游戏场景的区域 整个区域散布着 繁茂的雨林 和壮丽的浮道 从第一观感来看 潘多拉星球的地表 非常美丽 特别是夜晚 其临场体验 已经非常接近电影 略显可惜的是 此前预告片中 展现的两个新区域 以草原为主的上层平原 以及浓雾笼罩的 无聊森林 我都没有体验到 体验的都是 类似于电影的场景 新鲜感难免打了点折扣 除了如同电影般的 一星风光以外 官方还通过很多小细节 来让玩家 更多的与这种生态互动 本作登场的 野生动植物数量繁多 而且并不是单纯的 设定背景版 而是游戏机制的一部分 以其他同类开发世界 游戏常见的素材为例 游戏中的素材 在一定程度上 还原了现实农业中的 实例设定 所有的素材 都有自己最合适的采集时间 如果某些植物素材 推荐在白天采集 另一些的最佳采集时间 则可能在雨天 时间越合适 采集手法更巧妙 素材的品质就越好 作为实物来源 尤其存在着精力槽的设定 会随着时间不断减少 其最大作用是快速移动 玩家的HP自动回复 也需要消耗精力 另外与电影中那位人 相对原始的文化类似 本作并不存在货币的设定 取而代之的是贡献值 玩家完成任务 或者上交素材 都会增加对应区域部落的贡献值 消耗贡献值 变革在商店中消费 获得补给品品 装备 甚至是更好的素材 而常见的各种开门找开关 能让玩家跳得更高 跑得更快的机关 甚至是场景中的一些爆炸物 都在本作中 变成了潘多拉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虽然从玩法和体验上来说 这些都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 但都与原作设定 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配合时不时在合适时期 想起的BGM 的确能给玩家 一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对于玩家 特别是电影粉丝 其高沉浸感算是近年来 欲比游戏少见的 顺便一提 在试完后的采访中 官方还向我透露了 本作的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和电影中的纳维人类似 游戏并不鼓励玩家 进行不必要的狩猎 当玩家在短时间内 屠杀大量野生动物的话 屏幕会出现 类似于刺客信条中的 不可杀死平民的警告信息 不过 这也仅仅是警告而已 并不会给玩家带来任何惩罚 姑且算是纳维人 崇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一种表现吧 或许很多玩家 在看完预告片后 其第一感觉就是 本作就是个 孤岛惊魂的幻皮游戏 不过从体验来看 虽然说完全不像 那肯定是假话 但两者的区别 还是非常明显的 其中比较大的区别 在于战斗思路上 孤岛惊魂鼓励玩家 潜行为主 正面开战为父 这一点能从 潜行的收益可以看出 而阿凡达 潘多拉边境 则主打正面开战 毕竟玩家扮演的 都是身高三米 用弓箭就能击落 五直的蓝皮外星人 面对平均身高 不到一米八的 弱基地球人 的确也没有什么 退缩的比较 与之相对应的 本作缺少潜行游戏中 常见的暗杀和掩体设定 玩家扮演的那位人 跑得快 挑得远 一拳打飞地球人 滑铲射击等杀招 样样精通 那位人和地球人的 武器区别非常明显 前者讲究安静 精准的一击毙命 有更多的改造空间 和自定义选项 后者则是流水线产物 可供调整的地方不多 但在破坏力和声响上 绝对傲视群雄 因此根据玩家 使用的武器不同 与人类的战斗 会变得非常火爆 并且快节奏 当然 正如刚刚所说的那样 两者同样有着一些共同点 其中就表现在了 罐头上 作为一款开放世界游戏 本作不可避免的 存在重复度高的问题 例如光在试玩 就体验了多次的 黑客小游戏 以及登场率极高的扫描装置 都会给玩家一种 必可活用于下一次的感觉 前据点的经典设定 依旧存在 节奏相比孤岛惊魂是快了 打得也更爽了 但就试玩给我的感觉 我也只能说 玉璧已经在想方设法地 降低本作的重复度和罐头感 然而 阿凡达 潘多拉边境 肯定也不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这次媒体试玩展示的是 游戏的初期关卡 算是教学性质的关卡 分别向玩家展示了采集 探索 飞行和据点战斗四大环节 从流程的设计来看 中规中矩 不过也不乏亮点 例如以探索和攀爬为主的章节 正式翱翔 路上的景色 出色的BGM 以及第一次从高处一跃而下 并在空中坐上一卡栏 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从这次试玩的体验来看 作为一款定位为电影衍生作品的游戏 阿凡达 潘多拉边境 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MyC5的雪花莲引擎 在画面的表现力上 依旧出色 预避的开放世界游戏是旅游模拟器 本作就是潘多拉的旅游模拟器 对于那些想亲身前往 潘多拉的电影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一款值得期待的游戏 至于它的最终表现如何 那就只有等发射后才能见分晓了